根据媒体的报道 菲律宾移民局24号下午 在邦板牙省某个度假村 查处了涉嫌非法务工的外国人 当场抓获了千余人 其中多数为中国公民 菲律宾移民局局长莫伦特表示 当局正在对这千余名中国人的证件 进行检查 判断是否在非非法拘留和打工 同时调查他们是否涉嫌从事 网络赌博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5号表示 目前使馆工作人员已赶赴事发现场 并将在职责范围内提供相应的协助 大使馆同时发布了风险提示 提醒再非中方人员误非法务工